今天我們嘗試做實驗 去找出這一塊耳板的Sand-off Gravity 我們做的實驗需要一塊耳板 另外需要有一支牙籤或者你找東西刮出來都可以 另外需要一條垂直的線 你用圓上也可以,用鐵洞過來都可以 那怎樣找呢?我只會找一個很簡單的 我們首先把它刮出來 這樣可以自己拼 然後拼完後,等一等,看有什麼時候可以維持著用 這個時候,多久不動的話 就是Net-Force 1-0 Net-Moment 1-0 OK的話,我們嘗試把它放進去 將它軸放在這裡 跟著呢 第一位置筆記錄下 究竟移到這兩個問題呢 情況如何 就是這樣 大約了 好,完成了 好了,抹完之後 跟著呢 就利用這兩點去畫一條線 就是這樣 這條線呢 就代表了剛才做的12個 好了 即是說,Sand-off Mask 就會在這條線的某個部分 那我怎樣才能找到這塊的Sand-off Mask 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再找另一個線就可以了 找一個方法 隨便試試多一點 多一點 多一點之後呢 可以輕鬆地轉 好,轉完之後呢 我又試試 等它自己停下來 好 好 當停下來之後呢 我就把它放在這裡 嘗試找第二個問題 好 好 跟著呢 現在呢 就把這裡 都畫一條線上去 因為這塊板 是一個平點 所以我們只需要找兩條線就可以了 剛才做的第二條線就是這裡 於是乎呢 第一次做了一條線 第二次做了這條線 這兩條線的膠點 就是它的Sand-off Mask 的位置 這就是做整個方法 至於為什麼這樣呢 我讓我解釋一下 Sand-off Mask的實驗 為什麼可以做得到 其實它的原理是這樣的 因為所謂Sand-off Mask 就就是說 我將那個 Widget Body 那個有形狀的東西 我可以當成所有的質量 都集中在一點 而那一點呢 就是它的那個 質量的中心點 那這個呢 就叫做Sand-off Mask 有時候呢 會叫做Sand-off Gravity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質心或者重心 意思是一樣的 好 那怎樣做呢 其實剛才我們上次做實驗的話 我們就將我們有塊 不知道Sand-off Mask 在哪個板 吊著一個位置 吊完之後呢 等它去到Equilibrium 好 那等它去到Equilibrium 即它不動的時候 其實代表了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塊板裡面 它唯一有的力 就是Wade 所以呢 我們如果它不動的話 因為Ledge Moment 會等於0 當我Equilibrium 當我Equilibrium的時候 因為現在的力 只有一個 就是Mg 所以呢 如果我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說呢 這個Case如果不動的話 它的N就會是0 那N什麼時候會是0呢 其實就會是 Moment Arm 和Wade 是同一個方向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Moment就會是0 所以我們畫一條線的話 就代表了 其實Sand-off Mask 就會在這條線的某個部分 好了 跟著如果我 再將這個 不規則的形狀 找第二點再督起它 於是乎呢 你又會發覺它去到Equilibrium 那就是代表了 Cm 亦都在這一點的正下方 所以如果我把這兩條線 畫在那塊板裏面 其實這兩條線的膠點 就應該是Cm的位置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實驗 去找出不同物質 不同物體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實驗 我們就可以找到 不同物體的 Center of gravity在哪裏 由大方的 對我都在這個實驗 是AQ 1 5 5 3 6 4 5